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于当地时间24日18时结束投票 根据德国媒体当日晚间公布的多家机构初步机票结果显示 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在当天举行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 连先其他各党 默克尔开启其第四个总理任期理论上只是时间问题 默克尔在选举后发表简短讲话说 联盟党实现了战略目标 但他同时表示选举结果还可以再好一些 默克尔之所以能长期执政 由专家表示 他的一大特点就是后动 擅长听取别人的意见 在对华关系上 担任德国总理12年来 默克尔先后十次访问中国 成为访华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之一 谢谢大家